台湾包袱铺,发展看大陆,相信很多人跟辽叔一样,小时候提起台湾,前面必须加个宝岛,不过如今我们对台湾都有了新的感觉和印象你懂的,跟我们一样,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台湾青年们,由于眼界的开阔和信息的流通, 也开始重新审视大陆这块曾经被有新人士不断丑化的土地,不仅用眼睛看,用耳朵听,很多台青也选择亲身来体验,有资深媒体人也是辽叔女神,黄志玄主持的台湾正论节目,日前他讨厌按发展差距,很久以前,台湾发展的对比对象是整个大陆,后来渐渐变成对比一个省,到如今,变成了对比一座城市, 这座城市就是黄志玄前不久来过的广州,黄志玄发现,广州与台湾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,距离近,纬度相同,气候,自然环境都差不多,节目中,黄志玄还特别提到一个小花剧,采访广州台商时,他竟被一盘荔枝迷住了,体会一下想吃却吃不到的煎熬表情, 终于吃到嘴了,整个人都快融化了,台湾水果,海内文明,而其实在抵大物博的大陆,好吃的水果也不少,单就广州议程而言,一颗荔枝就能让不少人被圈上, 当然,节目的重点,不是推销封城励志,而是讨论经济发展问题,广州的经济发展有多厉害呢,1500万人口,GDP3227亿美金,人均22000多美金,要不是看这个节目,聊,书还真不知道大广州如此强势,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一下,广州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就凸显出来了, 各位来看下面这个图,基本上,广州市跟新加坡的水平差不多,那么,很多朋友要问的,跟台湾比怎么样,说实话,拿台湾一个省的经济总量,跟广州一个市来对比,聊书心里还真有点没底,不过还是硬着头皮找了一下,2017年台湾的经济数据,台当局行政院主记总处的资料显示,2017年,台湾的GDP数据, 为1743万1157百万元新台币,也就是差不多17.44万亿新台币,按照当年新台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换算,2017年台湾GDP是57万2767百万元美元,也就是5727.67亿美元,这样就一目了然了,广州3227亿美元,台湾5727.67亿美元, 相当于台湾的一半还多一点,怪不得立委代事宝会有这样的感慨呢,走了20年,台湾比大陆少了一个零,哦对,还有个人均的数据, 根据行政院主记总处,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,2017年,台湾人均GDP为24337美元,这与广州人均22000多美金一样,可是别忘了,广州一直在走上坡路,而台湾则是一直向下滑, 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表现在数据上,更代表着人民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,以及年轻人更多的就业机会,而提到找,工作,对于岛内年轻人来说,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事了, 政治评论员李胜峰表示,他已经感受到了身边气氛的变化,尤其是年轻人的动向,优秀的台湾年轻人都在成群结队的来大陆学习,工作,就业, 之所以黄志贤会选择这个主题做一期节目,是因为有些台湾人对这样的变化,还感到诧异和惊奇,没别的,谁让你被有些台媒误导了那么久呢? 今年世界杯,上届总冠军德国队早早就打包回家,对此,创投老总有感而发递表示,台湾就像提早出局的德国队,有许多优秀球员很多领域都有达人,却无法发挥团队占地, 他认为,主要原因是台湾缺乏创新环境,以至于优秀人才难以发挥价值,也就是说,继续待在台湾是没有希望的,因此人才纷纷出走, 到海外另谋生路,辽叔不是德国队的球迷,但也必须负责任地说,这是德国队被黑得最惨的一次, 远连接,http,台湾,Hwaku,Compat,Go,2018,07,1245,9896,HTML 观看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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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到没有什么新界障害的凸凶 感谢观看